自由時報的頭版焦點 則要說到 在今年是228事件 77週年 周書紀念儀式 在昨天遺失嘉義縣來舉行 總統蔡英文就說到了 這228事件是台灣歷史的傷痕 要了解真相 才能縫合傷口 達到真正的和解 而且講到在昨天 就是台北市長蔣萬安 也來參加了相關的追思活動 但是他的蔣家後代身份 也再度成為劍靶了 因為在現場 不只是有抗議團體 就在場外集結 要求他下跪道歉 也有受害者家屬坦言了 心中還有痕 高舉抗議海報 以及白荷花演唱戰歌 抗議團體無力者 在二二八紀念日 當天集結二八紀念公園 城抗 他們也與警方爆發推擠衝突 小心小心小心 抗議民眾見指台北市長蔣萬安的蔣家後代身份 要他道歉 甚至還打算衝到喉嚨前抗議 眼看情況快要失控 警察組成人強阻擋抗議群眾暴衝 也不斷用言語安撫 而他們的激烈行動也刺激到受害者家屬 受害者家屬黃秀文忍著悲痛情緒出面制止 希望大家給他們空間追思 才讓場面逐漸平息 蔣萬則在紀念碑前順利完成致詞 他也再度以台北市長的名義為了二二八事件致歉 身為台北市市長 我要深深為當年的二二八事件 再一次表達誠摯的歉意 外面會有城抗 但是我想在尊重家屬 以及後代的前提之下 我們對於各界不同的意見 多遠的聲音 我們都可以尊重 我跟妳說啦 事情不敢說 事情不敢說 萬有不可能 萬有不可能 蔣萬的身份讓他遇到二二八事件格外敏感 雖然今年在警方的阻隔下 追思會平安度過 但二二八的歷史傷痕要如何撫平 依舊是他每年的必考題 藥可人 趙長軒 台北桑報道